最爱一家人,担心酒驾岳父安危,最嫁女婿开车去追,双双被抓,10月14日湖南高速民警先后查获驾驶人田某凤涉嫌饮酒驾驶,驾驶人田某梁涉嫌醉酒驾驶,询问得知了人竟为岳父和女婿当天因女儿住院,岳父便前来探望随后,与女儿一家聚餐饮酒后遇驾车离去, 女儿因担心父亲安全静让一同饮酒的女婿去追,父亲惊呼气是酒精检测,年纪较长一点的男子酒精含量为55毫克每100毫升,年纪较轻一点的男子酒精含量为113Mg100毫升,结果民警发现,两人居然认识,再仔细一问,两人竟是岳父与女婿的关系,据岳父表示,当天是女儿住院, 她来着看她,后来喝点了酒后便想回去了,但是女儿想留住父亲担心父亲酒驾,一出危险客父亲却执意要开车回去这时,女儿只好让同样喝了酒的丈夫去将父亲追回来,于是这对醉驾父子, 在高速上双双被查出来交警看到此警队二人耐心劝说,你们女儿说得对,喝酒了就不要开车家属住院,也不是你们喝酒开车的理由啊,最终岳父田某凤一酒价被罚款2000元, 驾驶证担扣6个月同时驾驶证G12分而女婿田某凉,课验其血液酒精浓度为111毫克每100毫升, 以达到最佳标准岁民警将其驾驶证吊销,五年内不得重新取, 得对此由网友开玩笑说,一家人最要紧是整整齐齐一个都不能少, 还有网友表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。